地球的地理在变动 每一个大洲在地球上的不同板块上移动 随着时间有很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来讲讲北美洲现在的风景 是如何通过亿万年形成的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7.5亿年前 超级大陆罗迪尼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它沿着北美的西海岸裂缝形成了泛大洋海洋 这是劳伦大陆 岛链与它碰撞 在接下来的几亿年里一直增加它的面积 四亿年前 在今天北美的东岸 非洲板块向西移动 把古老的巨神海关起来了 2.5亿年前 它终于与劳伦碰撞 形成了另一个超级大陆 盘古 巨大的压力导致断层和折叠 让石头形成了阿巴拉切亚山脉 让我们往后看 一亿年前 盘古裂开时 在新的北美盘和非洲盘之间开通了南大西洋 再往前 向东移动的法拉龙板块与今天的西海岸融合 法拉龙板块更稠密并且沉到北美底下 这叫腐冲 腐冲把水扩散到充满岩浆的地脉 降低了岩浆的溶点 导致板块升到顶上的北美板块 岩浆从一个地下枪式往上移动 通过一串火山爆发出来 还在地下的岩浆慢慢冷却 结晶成岩石 比如说优胜美帝和内华达山脉的花岗岩 我们等会儿再来谈这个 8500万年前 法拉龙板块变得没有那么陡 导致火山向东伸展 最终停下来 法拉龙板块在俯冲的同时 压缩北美塑造了山脉 比如洛基山脉 绵延于3000英里 不久之后 欧亚板块跟北美分裂 打开了北大西洋 我们再往后看 科罗拉多高原隆起 多半是由于向上的地满流 与更厚的北美板块 在未来的1000年中 科罗拉多河会将高原塑造成大峡谷 3000万年前 大部分法拉龙板块沉浸地慢 只剩下小角落在俯冲 太平洋板块与北美板块汇集 形成新的边界 圣安地裂斯断层 在这里 北美洲向南移动 与向北移动的太平洋板块相撞 这个板块边界今天仍然存在 每年移动30毫米 能够引起强烈的地震 深安地裂斯还将北美洲西部 打开了一条宽阔的裂谷带 这种外延区域叫做盆地和山脉省 通过隆起和侵蚀 使优胜美帝和内华达山脉 曾经深埋的花岗岩暴露出来 时间又过去了1500万年 地漫中的岩浆在北美洲西部 烧出了一个巨大的洞 并定期喷发到地表 如今这一热点为黄石国家公园地下的 火火山提供能量 在过去的17.4万年里 它都没有爆发 但如果它真爆发 其巨大的威力会让大部分北美大陆 被火山灰覆盖 使天空变黑威胁人类生存 黄石的超级火山是在提醒我们 地球在我们脚底下一直在沸腾 地球的板块导致它不断变化 数亿年后 谁也不知道北美洲的地貌会有什么变化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 以后的北美洲会慢慢变成什么陌生模样 如果您热爱学习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发布的全新视频内容 包罗万象 从通过猫科动物看世界历史 到在月球生存的必备技能 不一而足 敬请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